我是三角秘书小七 今天加个微信呗 哎呀 加一个 加一个呗 啊 瑞秀学长 你回国啦 哎 小七 真的是你啊 啊 小绿 你认识 同学不见 啊 学长 你先松开 杨队小七做什么 你是谁 顾总 这是我大学社团的学长 学长 这是我老法 你快迟到了 跟我上学 啊 学长再见 哎 小七 改天请你吃饭 啊 又是小七 抢走顾总就算了 现在连我看上的男人 也要跟我抢 等着瞧吧 小绿 这次的项目 交给你吃饭 顾总 我最近身体不舒服 怕耽误工作进度 这次项目的对接 能不能交给小七来做 小绿 你把客户让给我 我还以为 你一直不喜欢我呢 哪儿的话呀 大家都是同事 而且你帮我分担 我还要感谢你呢 这个新客户 据说很难搞 你就等着踩累吧 明天有雨 记得再撒 明天客户就要来验收了 你落汤鸡的样子 一定很好看 等着吧 哎呀 哎呀 小七 怎么临成这样 赶紧擦擦吧 哎呀 小七 你身上吃成这样 脸上的妆 怎么一点都没花呀 哦 小昨天顾总 突然送了我 紫色粉饼 空油防水 没有想到这么好用 淋浴也不怕 里面添加了 足足两倍的 天然保湿成分 上妆非常轻薄服贴 我只有干皮 用起来都不会起皮拔干 多拍几层也不怕 是啊 沐总对你可太好了 当然了小绿 哎 你的脸怎么都脱妆了 用我这个粉笔补补妆吧 擅长一秒如胶雾面 就像打开了美颜绿镜一样的 一会见客户就不会尴尬了 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谢谢 会把十一副换这儿的 办公室有吹风机 哦 别以为你会一直走一 拿不下客户 我看沐总 才怎么维护 刘总你好 我是 热秋学长 怎么是你 我是你的客户啊 坐 你这就签了 你是我最钟爱的前辈 我当然信得过你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刘总 合同签完了 我亲自送刘总离开 顾总 第二次见面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友好啊 一下招人俩 果然是靠脸上位的狐狸 休战 再世 我是顾成 我和秘书小七 莫名其妙地呼唤了身体 今天 小七 你 你干嘛 顾总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爱心早餐 快尝尝 是不是吃了有满满的幸福感 搅起来像翠翠的爆米花 而且是您特意为我准备的 我当然 来顾总 你下午帮我去相亲吧 相亲 去 求宁了顾总 我妈给我找了个相亲对象 我要是不去 我妈就要跟我断绝关系一个月 我发誓 我一定会给你补偿的 好 我去 谢谢顾总 这么开心 看我怎么搅黄这场相亲 你就是我妈给我找的相亲对象了 这也不得了 算了 是让我妈喜欢的 我们还是先点单吧 服务员 烤牛肉烧羊排 扎西套餐冰激凌 各两份 多放辣椒 等等 你这也点的太多了 我妈说 出门在外要节俭 不能点这么多贵的东西 我妈说 女孩子不能吃这么多油腻辛辣还有甜品 我妈还说 不能找很胖的东西 你都知道我胖了 必须要管理身材 你妈说你妈说 到底是你相亲还是你妈相亲啊 再说了 就算是身材管理 也不能不让女孩子吃东西啊 这个王宝宝新出的红豆一米麦片 纤维多不长胖 营养均衡 里面的红豆一米 可以直接干吃 我看你 满脸油腻肥头大耳 根本不懂女孩子 还要吃那么多 你还是会跟你妈过吧 不是 你谁啊 都玩什么闲事 我怎么又没忍住 这是我男朋友 有男朋友还出来相亲 我回去告诉我妈去 顾总 你为什么 不这么说 你能让想跟这种奇葩相亲成功 哦 这样啊 也是 哎 话说回来 你该怎么补偿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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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